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米斯特实验室安全培训的课堂 今天是第四节课 那么是白帽子修炼第二部漏洞篇2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是大家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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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导师 Ghost Key也是最帅的导师 那么下面是支持我们的伙伴 可以大概可以看一下,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内容吧,是爆破便利 那么这有两个小节,就是前期嘛 咱们首先,咱们爆破的工具是BRP 那么便利的工具也是BRP 所以咱们的加瓦环,所以BRP它是基于加瓦的嘛 加瓦允训的,因为是加瓦开发的,所以它需要加瓦环境 所以咱们需要加瓦环境安装啊 那么这边我也打包了一个下载记者 那么课程之后我也会打包那个安装的文件 那么具体看我安装吧 不是这个,是这个,OK 那么双击这个安装吧 诶,还没出现,稍等一会儿啊 有时安装可能有点慢 嗯,OK 它应该马就会跳出来了 好,来了,咱们安装吧 安装的话咱们就到 就到,就到地盘或者是一盘吧 一盘就选择一个加瓦啊 在这个目录下安装,然后点下一步 咱们就可以安装这个加瓦啊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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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有加瓦环境才能运行这个BRP这个这款工具啊 所以呢,大家等待一下 耐心等待一会儿 好,它的进度条快接近了 好,马上就可以安装好 OK,它跳没了 安装成功 那么安装之后,咱们还需要配置啊 那么这一款工具,它是需要点内的环境的 大家可以去安装一下点内的环境 当然,因为很多工具都需要点内的环境 所以我就,就不跟大家演示了啊 这边点这个安装加瓦的路径 然后点一键配置,OK,配置成功 那么咱们加瓦环境就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打开咱们的BRP 这个啊,这个是破解文件 因为BRP在国外是收费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破解文件 那么双击这个 马上就会跳出来啊 好,BRP操作 点击我 我确定啊 啊,I have saved 然后更新,You'll be dead now OK,OK 那么这是一款抓包工具啊 那么抓包呢,就需要一个代理 浏览器代理 那么我这边有一个代理服务器 这边啊 建议我,如果抓包的话 建议可以使用这个310的 因为310的比较方便快捷的设置嘛 用IE的话就特别麻烦 那么这边点,直接点一下这个 那么我这边就是option这个设置上 已经选择了这个127.0.0.1 8080端口啊 已经在,看这个是已经在监控了 好 我们这边抓一下这个包 12,比如我们要破解这个嘛 诶 比如我破解这个,123456 好,咱们,点击登录 好,就成功抓了这个包了 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怎么去,如何去爆破呢 咱们就要来这个功能啊 instudent 呃 因 因什么 反正不会读 不会读 反正这个send啊 发送到这个功能模绘上 然后 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咱们首先是要把clear 就是全部清空掉 那么咱们不是要破解密码吗 咱们破解密码就 加这个 加这个就是符号 add啊 加 这样的时候 就一个设置就设置好了 那么 咱们需要一个字典对吧 就paylots 咱们这个字典的话 可以自己导入 比如我可以用咱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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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个件啊 top100的字典 这个top100的字典 我们再加一下 再加几个字典也可以 好 可以用这个字典 那么这边线程的话 我是设置五个线程了 好 都设置好了 对不对 好 点击这个star article 就 开始攻击 好 字典全部跑完 咱们来看一下啊 嗯 这边 字幅上长度都是一样的 啊 等一下啊 可能我这边代码调试有点错误 我现在f3 就是暂停一下 OK 刚刚就修改了一下代码 那么咱们继续重新 啊 继续开始讲课 再startart 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lens 就是长度嘛 长度 咱们点这个啊 点这个 就与众不同的出来了 其他的lens 他的值是507 而只有这个payload为 admin888的时候 是531 那么说不定这个就是密码呢 好 我们就可以 这边尝试一下啊 先把这个包给扔掉 好 把这个 这个工具啊 带里面 我 咱们包 我输一下啊 可以看到 啊 他这一跳转了 就成功了啊 OK 大概爆破就这样的啊 爆破就大概就演示到这边 那么咱们 第二个就是网站信息的便利 是info文件 我是自己搭建的 info文件 等一下我这代码又写出了 难道 第四行 eco 哦 符号 记错 OK info文件 这边是id1啊 编码问题 OK 可以看到这个id1是这个 那么咱们手工便利一下 id1就出来的用户名 1 密码123456 手工便利一下 2 就密码2 密码用户是12 密码是123456 那么咱们也可以抓这个get包嘛 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 然后把这个放过来 咱们抓一下 OK 这个包就抓过来了 咱们还是可以使用爆破的这个模块啊 先把这个clear 这个2嘛 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自带的这个字典 从1开始到10啊 级数1嘛 那我位数也是1啊 我们咱们start 好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12345 12345 它是224长度 那么67890是211 就不同 那咱们刚刚测试的时候 2 它是就是有这个信息的 那么说明 这边的2对应的这个长度 224 就是存在信息的 就12345就有信息的 那么67890就没信息的 那么不信咱们可以测试一下 好 我把这个代料代理取消 可以看一下啊 5 有信息 6 它就信息出错 那么便利也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把这个代料代理取消